大家好,我是Lan哥 又是C追查的特備節目 早幾天前,有兩個藍絲死亡 一個是周凱銘,一個是林超榮 其實我也不會拿他們出來說 因為我經常覺得是死者偉大 生前他們做過什麼,我都不說就不說 尤其是周凱銘,也是出來戶下期 也不是一個大奸大惡 盡量我都不提 因為我始終是一個投資頻道 但我這個頻道,除了一個投資頻道之外 亦是一個打架頻道 今天為何我沒有拿出來說 因為我在AM730 見到屈榮儀便說 人家有八市,就應該收口即即厚德 其實這句話難聽說出口 假設,如果今次死了一個不是我老公 是周庭,或者是前老闆黎智英 我相信他一定恨作樂禍 有時候見到這些虛偽的嘴唸 所以有些事情我想爆給大家聽 其實我爆出來給大家聽 都不是什麼新聞 其實在商界很多人都知道 他們夫婦以前如何賺錢 其實我想不是我一個人聽到 如果各位觀眾,我以下講的內容 和你們都曾經聽過 就在下面留言區告訴我 你們都聽過了 好了,未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 請幫忙訂閱 請讚好分享給朋友 如果有時間的話 請幫忙頂一頂廣告 多謝大家 我的新頻道 深圳提出了我們的想像 最低的一套二手房價格 深圳只需要75萬人民幣 從2021年開始 深圳引入了二手房參考價的機制 對城市的小區公佈了價格清單 根據數據顯示 樓價已經跌了整整四成 進入11月份 深圳的樓價還未有絲毫回暖的跡象 好不容易以為可以依靠政策去鬆綁 但可惜,都是一場空歡喜 曾經有觀眾在留言區留言 叫我不要說政治 為什麼? 他說這是一個投資頻道 就不應該說政治 但有時政治影響到樓價和股市和經濟 我不說出來也不行 不過大家可以看我給例子 其實我公佈是少資有少好少 反而有時有些突發新聞 我就會跟大家說一下 什麼突發新聞呢? 例如之前的JPAC事件 或者剛剛的Patreon事件 我也有拿出跟大家說 而我這個頻道的特色 除了跟大家說投資之外 就跟大家說趨吉避兇 怎樣趨吉避兇? 打架 其實香港也好 或者世界也好 其實很多人都有兩副口簾 很多東西都是假的 我曾經做過幾條片 就是講大灣區避兇 大家應該都看過了 或者我經常叫大家 不用上地產班 蜜色蜜色教的 自己其實很多時候 在網上都找到資料 或者真的不懂 就問我 其實我大多數地產知識 我都可以答得到你們 而我今天打架的對象 就是這個臨時夫婦 為什麼我會拿她出來說 因為之前差不多時間死 他們兩個都死 周海薇和林超榮 其實我都沒有打算 說他們兩個 因為死了 以死者為大 我就不說 周海薇就更加 隨便看她做電影 或者做電視 後來她做回奇手 我覺得她可能是賺錢 都沒辦法 但林超榮 其實我也沒有打算說 我知道她很多東西 我也不想說 但今天為什麼會說 就是AM730 大家都看得到 因為她這樣寫 林超榮細細 屈穎妍專業管理原子 三日三夜一山 除了公結的留言 屈穎妍就說 人家有白事 就應該收口即即厚得 我看完 就是感覺 為什麼有些人 真的可以這麼虛偽 虛偽到自己高高在上 我舉個例子 如果這次不是她老公寫 而是周庭和她前老闆 黎智英死了 她一定是厚株不伏 恨災樂禍 因為她其實已經不是沒試過 大家看回她之前的言論 她經常是這麼做的 而我這次要爆她們兩夫婦 為什麼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黃藍什麼時候出現呢 2019年之後就出現了 其實之前沒有黃絲或藍絲 之前是泛民和建制派 其實當時香港市民那種政治觸覺 都不是那麼參與得多 好像我這樣 我自己是一個商人 亦是一個巢家 當時我加入了一些商會 那些商會 即是立法局選舉 都有些票 這些叫功能組別 通常我的商會 通常只有一個自己 就直接當選 或者有兩個都是建制的 我也有去投的 我就跟我朋友投 我朋友投什麼就投什麼 這些叫拉票 其實兩個都是建制派 我自己也曾經投過建制派 因為當時我們 作為一個炒家或者一個商人 我們都不理會這麼多政治 終止朋友說 跟他拉票 跟他拉票就投票給他 而且當時很多時候都不用投 因為我們的商會很多時候都是一票獨得的 即是都沒有人出來選 或者有兩個 兩個都是建制 其實你投給誰 都是投給建制 在我的商會 當時我跟這個朋友很熟 現在當然是他有移民 我也有移民 當時他告訴我 他跟臨時夫婦很熟 當時林超榮 在《頭條日報》 就是在港台節目工作 經常做節目 就諷刺是弊 就是笑香港政府 而他老婆屈永賢 寫一些文章 就是攻擊泛民 當時他夫婦跟我朋友說 他們為什麼這麼做 一個就賺泛民錢 一個就賺建制錢 所以兩夫婦兩面都吃光了 不知道我這些資料 有沒有觀眾曾經聽過 如果有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你們 你們聽過 好了 他們這樣賺錢 一直到19年 當時 散犯失敗出來之後 林超榮當然是180度轉變 立即支持藍絲 所以 你見到林超榮之後 有很多 具爭議性 以及攻擊性的言論 還有兩夫婦 是否真是真藍絲 其實大家都聽過 我分析過的 藍絲和黃絲 黃絲是擁抱這個保石價值 藍絲應該會支持這個獨裁 她們兩個告訴你 一定不是真藍絲 她們以前 一個做泛民 一個做建制 都是賺錢的 可不可以兩個都是做建制 其實都是在賺錢 他們不會反對寶石價值 因為三個女兒都送到英國讀書 如果他們支持大陸 三個女兒送回大灣區 就不會送到英國讀書 因為他們說自己有多愛 其實都怕三個女兒被香港教育洗腦 變成一個小粉紅 所以自己都送到英國 每天在罵英美 但自己又送了些債女過去 原因是田非龍所說的 雙面人 大家還記得哪個田非龍? 有很多建制是忠誠廢物 一個投票機器 所以田非龍也罵這些雙面人 自己有外國戶子 或者將債女送到外國 自己就說自己很愛國 所以我肯定告訴這些藍絲 其實葳榮妍不是藍絲 是假藍絲,真穩銀 你們這群藍絲還以為是同路人 你們是錯了 根本哪裏有錢 他就找哪裏 反過來,有一天 美國可能給錢 你要搶水這個中國 他立即轉台 你想想想 他以前在蘋果日報做 你在蘋果日報做得記者 你都不會支持獨裁 你一定是支持普世價值 但現在因為錢問題 他才知道普世價值不可以 一定是獨裁才可以 我相信我這個節目 也有黃絲和藍絲都會聽 黃絲聽了當然沒什麼 只有淡笑 藍絲聽了 我就不知你信不信 大家觀察一下他的言論 大家看看他的往事 一個是幫法民的 一個是幫建制的 兩公婆想吃兩家賊禮 現在紮紮地在扮藍絲 就打算賺藍絲的錢 你給他課金也好 或者你看到的影片 他有收入也好 或者他寫這些稿 或者維穩費也不一定 不知道 怎樣賺錢 很明顯 其實你們這些藍絲都被騙了 我都無話可說了 好了,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